在这个练习中,其他赛车是比较不好处理的 我们程式要写什么呢? 绿齐一点,它就是把它定位到某一个位置去 我们先把造型先用第一台车,第一台车是在最中间的 好,来看它的位置在哪里 绿齐一点,先把它定位起来 它的定位到X等于1,Y等于-114 好,车子把它定位高一点,让它从上面这样子出来 200好了 因为我要红车去追到它嘛,所以我红车速度要比它快 然后它就慢慢慢慢移下来,就好像说它跑得没那么快 但是我这两条黄线是跑非常快的 感觉上这个其他赛车还是在前进的啦 定位好之后一开始它是隐藏起来的 它要等到背景变成跑道,才代表要开始跑 这个时候它才要出来 出来之后它要做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比赛的这个单子 其他车辆用乱速等待0.6到2秒后出现 那九种造型用乱速选择 在1.7到2秒之间产生一个分身 那分身坐标由208滑行到-202 这是指Y坐标 滑行完再把分身删除 好,它已经提示你用这种方法做 如果你用九个角色那是很麻烦的咯 因为这个车子要不断的产生嘛 所以就是无限的循环 要等待一个0.6到2秒的时间 好,我们用乱速来等 其实在比赛的时候 虽然说明书上有限定什么时间 其实你只要效果做出来很滑顺的话 时间不一样是没有关系的 0.6秒到2秒 这个时间它就产生一个分身 那我们要另外处理 当分身产生的时候 就分身要开始去跑 这边负责产生分身 然后分身要另外去跑 要用哪一个分身呢? 它有九个造型 所以先用乱速来处理 我有九个造型 在外观上挑一个 1到9,挑一个 挑好之后 我就才要显示 我并不急得再换成爬道 就马上显示 是,它还是隐藏的嘛 分身建立的时候 分身才显示 然后让它去滑行 因为我的定位是1到200 我给它一个时间 连这个时间也都是乱速 大概1.7秒到2秒 时间越少的话 跑起来是越快的 滑行到哪里呢? 这个X座标一定要一样 保持一样才会走直线 那从200的话 我就让它滑行到一个比较低的位置 就-200 滑行完了 就把分身给删掉 也不用去隐藏还是什么的 分身不断的产生 不断的删掉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其他赛车跑出来是怎么样 好,这个效果 如果车子不够密 你可以把等待时间弄少一点 它就会 车子就出现的比较多 好,这样保证 所有车子不会黏在一起 不会撞在一起 因为车子的滑行速度 比我那个分隔线还要慢 看起来是我的红车跑很快 在追过它 这是一种动画上的视觉效果 好,接下来就是撞到的时候要怎么处理 好,我们来看一下 当我的赛车撞到其他赛车的时候 要发出一个声音 造型改成冒烟 好,那就写在这里 我们写在赛车这个程式上面 当我背景换成跑道的时候 它就播这个声音嘛 我想要利用这个来做 可是这边有一个不断播放声音 如果我在这边插入其他的积木 可能会影响到我这个播放声音的流畅性 好,所以我干脆另外做一个 当背景换成跑道的时候 那就要检查说 它有没有撞到其他的车子 好,来一个无限的控制 如果碰到其他车子呢 好,侦测上是可以问说 如果你是不是可以碰到其他的赛车 碰到赛车的话 第一个造型先换成冒烟 然后发出一个撞车的声音 好,这是撞车的声音 撞车就这样检查 这样又拿到10分了 好,那撞车之后 这是最难的 撞车之后 撞车点如果是左边的话 车子要往右边弹 撞车点在右边的话 车子往左边弹 最好有一点点上下偏移 而且这个弹是用旋转 比赛前是有一个成品 一个编辑成执行档的一个动画 给参加比赛的学生看 他就看到有旋转动作 好,那这个就比较难 没关系 我们先做碰撞点 碰撞点要怎么来决定呢? 碰到其他赛车的时候 碰到其他赛车 好,我们把它写在一起好了 除了冒烟播出声音之外 那我来检查他的碰撞点的那个坐标 如果车子的X坐标 比我这个定位点 用坐标0来开始算 X坐标0是在正中间 如果说我这个碰撞点的X坐标比0大 表示我在右边碰撞 就要往左边弹 比0大是在右边碰到 那往左往右 我就设一个新的变数 叫做位移好了 不设变数也可以啦 好,要往左边弹 我就位移设成-2 就一次移动两格 如果小于0或等于0 那位移就变成2 就准备往右边弹 好,那造型已经冒烟了嘛 那怎么样让它产生旋转动作 就让它转个30次或是20次啊 假设我是重复30次 每一次我就叫它旋转一个小的角度 右转左转都可以 让它假设旋转一个17度好了 一边转 还让它一边移动 就让它的y改变1 30次之后 y就改变3 是不是就稍微带离开原来车祸的现场 那x坐标呢 改变就要靠这个位移 位移可能正可能负 右边撞道是负的 就会往左边跑 左边撞道位移是正的 就会往右边跑 跑完之后呢 让它再滑行一段 滑行就给它快一点 我给它0.3秒就好了 滑到哪里去呢 x坐标用乱数给它 在中心点的附近 当然这滑行 你不能太离谱 爬到那个荧幕外面去 那这边既然是有护栏 你说撞到这个栏杆上就算了 所以大概在正负60或70之内 100之内还可以 那我给它小一点 我这边给它一个乱数是 负50到正50 那我这个y坐标就给它-175 就让它跑低一点这样跑出去 好,x坐标,y坐标都滑行完毕之后 滑完了,把画面换成 应该说背景 换成撞车的背景 那这个程式就准备要停止了 不过最好是滑行完毕之后 背景换了嘛 把图形给隐藏起来 好,我们看看这样会不会有问题 我们来试试看 来 准备让它撞车 撞到了 好 撞到之后 这个画面出来 这个分隔线应该是停的 所以在这个分隔线这边 我们要做一个处理 背景换成撞车的时候 就表示游戏结束嘛 那我就应该要隐藏起来 那其实还有其他的情况 对这个分隔线的角色而言 逾起一点的时候是隐藏 撞车它也隐藏 那还有什么情况它要隐藏呢 先复制一下 还有只有跑道它要显示 那如果出现你赢的话呢 它也是隐藏的 先复制一个 我来扫一种 赛前也要隐藏 好,我们再run一次 好,现在我要观察 我重新run 车歪歪的 好,这就是一个问题 为什么车歪歪 因为刚才撞车 最后是停在这个样子 所以对这个车而言是 我一开始的时候 背景换成跑道 准备要跑的时候 我把它的方向 面向90度 先把它调好 这样就保证不会歪歪的 好 好,这样子合乎我的要求 但是我每次run的时候 我发现我那个车 都是从这边开始 如果你希望它正的话呢 那你一开始把它先拉好 给它一个好的定位点 比如说你拉到这边来 定位点就在这里 你把它定位好 这样每次一run 它就会到这个定位点开始 好,现在我们已经拿下90分了 还有最后10分 下一段再来做 谢谢大家